问题二 滑轨滑行时有停顿感 怎么解决 存在卡顿感 首先要排除 是否已经把固定旋钮松开了 其次要排除 是否因为滑快松动导致卡顿 如果确定是滑快松动导致的 那么用户可自行解决 使用这种方式掰动上下滑快 如果能感觉滑快有加大的晃动感 有可能滑轨松动了 造成这种原因有几种 一种是颠簸的快递运输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就有这种情况出现 很有可能因为快递运输 造成滑快松动了 第二种是因为跌落和碰撞 造成滑快松动 第三种情况 表现在使用巧克力频率较高 且使用的机器沉重较大的情况下 导致的滑快自然松动 而通过使用附赠的六角扳手调节盖板 可以解决滑快松动的问题 操作步骤如下 先把松动的滑快移到一边 使用标配的三毫米六角扳手 松开四颗松紧螺丝 用手固定住滑快两侧 用六角扳手拧紧螺丝 拧紧后 再尝试扳动滑快 如果没有晃动感 就证明已经解决了滑轨松动的问题 如果调节盖板后 已存在卡顿感 那么可能是轮子 或者皮带等其他部件造成的卡顿 这时候请联系店铺淘宝客服处理 对本期节目还有疑问的 可关注洋葱工厂 YCOLI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